我這邊想請教一下朗東 有趣的事情是我們最近發現 我們發現中國有非常多的這個 大外宣現在在啟動 他的大外宣其中各式各樣 還請日本人去新疆旅行等等的 可是你說其實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於是北京的冬奧要崩盤了 所以中國開始做所謂的面子工程 沒錯 這件事情呢 首先呢是誰的發明 立陶宛的發明啦 4月2號的時候立陶宛 總統先開了第一槍 他用這個做法是說 他不會去參加呢 在今年2月的時候的北京冬奧 然後但是運動員要參加他不會阻止 他就發明了 這套是果然是長期對抗蘇聯的 這個我們的好朋友 那接下來從12月6號啊 到8號之間 是幾年從美國有西南澳洲 英國加拿大 基本上就是五眼聯盟 全部都加入 他們就是第一個骨牌嘛 後面一定會有更多 立陶宛倒了之後的話呢 美國就是五眼聯盟一起加入 那現在是大家討論重點就是說呢 日本他還在考慮 那我剛剛都還在看日本的這個雅虎 那底下的這個名義 基本上是一面倒 9比1的 就是希望日本也都不要派官員去參加 那不派官員參加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在目前奧運來講 然後政治當然不能介入到 直接他們自己的奧委會嘛 所以他們不能阻止運動員參加啦 但是他官員不參加 有點像是說 我原本要出席你的這個婚禮 我洗碟都拿到了之後 我派人來吃飯 但是我人都不來了 我就是不給你面子 剛剛中國是很 中國說美方制作多情 中方並未對美國政客發出邀請啊 他說我根本沒有邀請你啊 對他這個不止如此 他還對其他 這跟我們高中什麼不一樣 高中就是 我沒有失戀 因為我不敢表白啊 意思是這樣的 他道理啊 他內心都在淌血 非常的傷痛 沒有表白就沒有失戀啊 他必須要這個強言歡笑 他必須說我沒有邀請 事實上如果美國又來了 他就說美國幡然醒悟 其實中美關係還是很好 他話就會轉過來講 但事實上中國受創是很重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日本產經新聞 這個台北市長 石牌明夫 他就講是說呢 這個習近平是揮頭獨點 為什麼因為大家都去對照 2008年東京這個北京奧運 對 因為習近平登基前的 最後一個國際大事 就是東京奧運 沒錯 因為之後的這個北京奧運 那個時候 哇 全世界都幫這個中國祝賀 那時候還覺得有個中國熱 覺得說中國要自由化 民主化 然後就可以去中國賺錢 結果沒想到過了14年之後 整個這個風雲 變成大家都看穿了 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真面目 那現在德國這邊 他還是有點猶豫啦 沒有完全決定 但是也是有可能的話 朝向不派官員去看的進行 那中國他面對的一個 四面楚歌更包括說 他現在就說什麼 哇 他要找日本人 400多個人 去呢這個新疆旅遊 看什麼 美食美景美人 那我就不知道他要看什麼 我跟你講這到底是什麼呢 這是日本版的海峽論壇 日本版的雙城論壇 就會去找一些日本的 這些親中派 你看他平時在日本只在 這十分之一不到 就是很孤獨 很痛苦 所以中國就是給他那一點溫暖 你們這些民主國的懷抱 對 民平時很喜歡中國這些人 湊一湊 終於湊到400多人 那就來這邊 那當然對中國來講 他就可以說 我找這些人來 日後就會回去日本 散佈一些對中國有利的一些消息 可是這類的一個大外宣 因為他已經玩過很多次了 還有用過一些假帳號 假學者 他說什麼 去了新疆的探訪之後 發現新疆很棒還幹嘛 那你中國就是覺得新疆那麼好 你就開放全世界的人去嘛 對 你那個就讓大家一起去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提供 BBC去啊 對 如果你開放的話 我們大家一起組團去 BBC去 你去我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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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去我不要去 這比中任選區還危險啊 其實呢 除了這個日本版的這個海峽論壇之外 還有這個 你差點很熟悉喔 中國官媒啊 這個記者陳惠華他就說 過去的這個中國呢 侵犯進攻越南啊 是為什麼呢 是越南數次挑釁霸凌中國 中方才會 對呢 這給對方的這個教訓 那這個必須要去講 這個跟台灣狀況一樣嘛 對 所以說台灣挑釁中國 因為台灣就堅持自由民主 所以這個對中國來講就是挑釁 因此 他的意思是說什麼 大國霸凌小國 是錯的 是錯的 不一定喔 有時候小國不斷的去這個 這個刺激這個中國 但他還講到說 中國的這個自治跟寬容 是眾所皆知 其實你中國的話 你就把它反過來講啦 對 自治呢就是瘋狂 寬容就是小氣 中國的瘋狂跟小氣 是眾所皆知的 那接下來呢 這一段的話呢 可以跟今天一個消息 因為馬英九他也去投書喔 他難得去寫 不知道是他親筆寫的啦 反正他也是說 台灣民主有很多亂象 才會有很多亂象 這跟中國做法一樣嘛 什麼1.5萬字 美國民主情況 然後批美國民主論 金錢政治 站在一個現在 告德高位上說 哇美國啊 這是有錢的人聲音比較大 或者說單一選區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民意呢 被忽視 就講了一堆理由 說一些民主這些避害 那你如果是一個很民主的國家 你去自我檢討啊 大家 這個沒什麼意見 對啊 你原本拿90分的 你就說 你剩下10分 你自己不及格的 那民主0分的那個國家 然後去人家說什麼 你在搞什麼金錢政治 這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但這個做法的話 其實中國行之有年 像是他們那個 中國商人余拼海 他辦那個多維雜誌 其實我買了很多旗都在研究 他裡面就一堆專有名詞跟廢話 就在講是說 其實呢 我們有中國式的民主 比西方式的民主還要好 然後西方式民主有很多缺點 他這個就是給 親中的一些知識分子 一個自圓其說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對一些知識分子來講 親中派 他有不同階層的洗腦方式 對他們 你如果比較普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多思考 對會被美景美人利用的 那就去 那你要看雜誌的 看高 就是要有學術裡面的 對有學術涵養的 喜歡繞一些專有名詞 就是學術術語的 他就開發一套 美國民主的憲論 那你留美就看這種英文的推特 對對對 他有各種方式去做一個 統戰的一個效果 可是 中國人來講做那麼多 最後五眼聯盟還是不甩你啊 現在歐盟還是在討論說 是不是真的要去派官員去呢 給呢這個北京 東奧去做祝賀啊 所以中國他事實上呢 已經面對了一個 四面楚歌的一個狀況